哈喽同学们晚上好呀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 今天呢是咱们创作课的第七节了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来了解一下这个禅艺化 其实有好多我们作为就是当代呢 家庭里边我们去做一些装饰啊 这种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今天呢咱们通过啊这些禅艺的一些绘画的作品 包括了一些画家 我们去了解一下禅艺化呢 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啊 或者是呢处理的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来那现在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啊 对于禅艺化的一个了解 那这个禅画啊也就是这个禅艺 对不对 咱们呢在这个绘画当中是结合了我们中国画的一个独特啊 并且呢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 那它的一个特点包括那个特征就在于 禅画咱们常见的就是笔简一足啊 或者是意境的比较空阔一些啊 而且呢咱们可以是用这种清脱纯净 甚至呢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些啊就是简简单单一幅绘画当中一花一叶 对吧 或者是呢一花一鸟 哎等等 这样的一个简远的笔墨啊当中去展示啊 那绘画的一个啊 就是它的一个本心呢 就是直观简约主义这样的一个思想啊 其中呢咱们说到了思想 它强调的啊往往不不单单只是画面 而是呢对于一些思想包括一些文化啊 才达到了一些禅艺的这种境界啊 或者是一些风骨 那我们可以是结合像如是道啊 这些方面去呃这些思想去应用到呢 我们的一个绘画当中去 对不对 那如果按照这种思想来说 其实它是非常深层的一种啊 就是需要我们去拓展啊 平时呢要多读啊 多去了解这一方面的文化啊 或者这一方面的知识啊 那我们有了这些文化之后呢 在去啊画的过程当中 那考虑的一些内容 它就是多方面的 是吧 那我们对于这种禅画的一个了解呢 其实它有很多方面啊 就比如说一些这种啊 反见啊或者是暗示 有的呢就是用话说啊 有的呢是可能用一些符号啊 或者是一些文字 或者是人物在画的时候一些动作 由于呢 这种表达的方式不同 才演变成了各宗各派的一种风格 啊 那这个禅画呢是受了啊 在这个古代其实啊就有啊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禅家 对吧 顿悟啊 去对于一些人士的这种理解啊 或者是对于一些文化的理解 甚至是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啊 然后其中的一个精神 这样的一个支配 那我们再去了解的空中当中 是需要啊 有一些啊 自发的行为 或者是呢 接踵而至的啊 一些强烈的感受 那禅画呢 咱们经常会说到 哎就是我们平时家里边可能装饰的啊 可能是以花鸟为主一些啊 但是呢 他有一些时候呢 也可以是结合一些山水啊 或者是人物 这样去表现 那在这个禅画当中 因为他的画面比较 咱们常见的啊 是比比较简单一些的啊 意境的比较深远 那他的一个笔墨呢 就非常重要了 可能就是我们画的一个线条 就要去强调他 咱们之前所说的六法论当中的古法用笔 是不是 强调的每一个线的变化 或者是呢 每一种节奏的一个表现 那在组成画面当中 他就是作为的一个用笔的啊 这样的一个语言 那整体的画面呢 他又是结合了哲学的思想 和美学的思想啊 才能达到了一定的啊 这样的境界 那之后呢 我们通过啊 一些画家 他们的绘画 咱们去分别啊 做一种了解 那首先咱们来看第一页 啊 这个禅画呢 在中国有着比较深的 这个历史渊源啊 从唐代的时候 王维他就是一个最为有代表性的一个画家啊 甚至呢影响了后代的啊 这种禅画大家 到了宋代的时候呢 这个禅画 其实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而到了这个明末初期的时候 像八大山人啊 是通过他的一个简远的笔墨 将我们所说的这种如是道啊 并融入到这种本土禅画当中 啊 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顶峰 其实呢 好多画这种禅画的啊 一种就是我们后期 比如了解过的一些文人画家啊 或者是呢 一些僧人是吧 清初四僧 他们的一些画风呢 都比较有禅意 但也不一定都是每一幅都是很禅意的 那从唐代这个王维 他的一个复生寿经图啊 这是一个用来什么呢 他传播的是一种思想 一种文化啊 那复生呢 在应该是汉代的时候啊 那会儿呢 就是啊 他呢 在家里边藏书 因为那会儿焚书坑儒 他呢 在家里边藏书 后来呢 在这个战乱之后啊 由这个下一代的人来找到他啊 来把这个文化知识呢 再去记录下来啊 再去传播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思想啊 或者是一种升华 所以呢 那后人有好多画的一种复生寿经图 是不是 那他也是带有带有思想和文化的 那这种题材呢 他也属于一种禅意啊 禅意的一种作品 其次呢 咱们再来看 后边呢 有这么三幅作品了啊 第一幅宋代的梁凯啊 他的泼墨仙人图 那在这个宋元啊 以来像禅画的风格呢 在笔墨上 一般咱们见到的就是 寥寥几笔 啊 笔墨的一个比例呢 比较 普质 比较 洒脱 小鸡同学说 浮生寿的吓人啊 这是呢 对于啊 浮生那种体格的一种表现 因为毕竟是一个老者了 是不是 画的比较柔弱 但是呢 他的一种神情 还是非常温和的 啊 后人的一些画家呢 其实啊 后人的一些画家 啊 其实也有把这种浮生画的比较啊 这个什么呢 胖一些的啊 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那么从这个梁凯当中 他的泼墨仙人图 看这也属于一种禅意的啊 方式啊 其中呢 他更讲求的是什么呢 神韵 情趣 这样去融合啊 反而让这个画面呢 显得非常 这种什么呢 浑厚啊 粗中有细 啊 甚至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线条 是吧 啊 一种简化 但是呢 整体上来说啊 整体上来说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啊 他的一个对于默趣的表现 或者是对于人物 一种夸张性的表现 一气呵成 那 这个梁凯呢 他不只是啊 有这么一幅泼墨仙人图啊 包括呢 这个 六祖 然后那个 竹子的那一幅 是吧 六祖那个折竹图啊 包括呢 六祖丝经图 等等 后边呢 咱们可以是 在网上去查阅一下 也是中国画史上 一个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 那这种禅义画呢 它的一个盛起 其实也会逐渐的啊 有这种兴盛啊 或者有一种衰败 那包括咱们到了当代呢 大家理解的一些禅画 就可能就是一枝一叶的那种 是不是 那从宋代的时候呢 文人画开始兴起了 是吧 其实禅画啊 它会更早一些 那文人画兴起了之后呢 它们的一个初衷是怎么着呢 也会带有这种文化思想 也会逐渐的从什么呢 从这种禅义当中 去作为一种惦记 还会慢慢的去倾向到这一方面 但也不是所有文人的 他们的绘画啊 都是偏禅义画的 是不是 咱们可以是通过一些作品 有些时候呢 其实这种禅画呢 只能是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些理论啊 或者是呢 咱们了解到的如是道啊 每个人理解的啊 这一方面 它都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通过 他们的一些共通的地方 来了解到 哎 这些绘画之间 可以是产生什么样的形式啊 或者是以后 我们去创作的时候 可以从多方面的一些角度 来进行一个观察啊 或者是来思考 那下边呢 咱们再来看中间了啊 这是宋代苏世的一个墨竹图啊 那苏世呢 它属于一个禅修的高士啊 它对于禅的一个见解呢 是比较深的啊 而且呢 它经常会与一些佛家的 还这些人去探讨啊 它对于禅啊 理解了然于心 那苏世呢 包括它的一个诗文啊 诗文当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啊 比较有这种呃 禅意的一些诗句 是不是 或者是呢 它在当时诵读了之后 或者是别人啊 诵读了之后啊 让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些感悟 就是包括呢 如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能身在此山中 是不是 或者是卢山烟雨 建江潮哎等等 都体现了像这个苏世 对于佛法当中的一些啊 缘起啊 或者是呢 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啊 它也属于呢 这种禅意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其实在他们这个年代呢 好多啊 文人画家 他们都比较喜欢啊 修禅啊 或者是呢 修佛 那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到宋代的啊 还是宋代的 米福 米福呢 他的一个号啊 是路门居士 他说呢 山水古今相诗 少有出格者 因信笔作之 多以什么呢 多以烟云 眼映树石 啊 米是云山 咱们经常能够看到啊 他的那种米点村 那山呢 非常温润 周围呢 经常有很多这种云雾夹杂 是不是 给人的感受呢 是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有点一种 寂静忧深 啊 比较轻旷啊 都颇为一致 这也和这种禅的一个 一种观念啊 或者一种思想 是比较接近一些的 那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 来 再来看啊 这个宋末 原初木熙 因为在当时啊 在查阅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年代啊 只能是暂定是宋末原初啊 从木熙 咱们能看到他的六式图 这幅画呢 给人的这种感受 是不是啊 非常的简单 啊 里边的这种柿子造型 也不完全一样 而且呢 这种墨色的层次变化 也极为丰富 啊 甚至呢 都没有落款 对不对 那这个木熙呢 他本身啊 也属于一个什么呢 僧人啊 僧人 他修的一些禅 其实也是非常深的 在他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其实禅画本身也比较兴盛 啊 那包括呢 他又是一个僧人啊 但是呢 他的一些绘画的风格啊 笔墨呢 就是显得比较枯淡一些 尤其是咱们看到 第二幅木熙的啊 八八鸟图 是吧 那这幅图片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笔墨的一种枯淡啊 或者是那种格调呢 比较啊 静寂一些啊 有些时候呢 可能在表现这种鸟的时候 它的一个姿态 藏 藏住了头部 是不是 擅藏 或者是枝干的一些藏 啊 或者一些小枝的这种这种漏啊 当然了 这个木熙呢 木熙呢 他有些时候啊 不随着世俗去变化啊 当时呢 有一些这种世人啊 就是有一些这种比较清高的一些人 他们呃 对于这种木熙的一些风格啊 还是那就是有一些这种恶评 不是很喜欢 但是呢 他的很多作品啊 在当时或者是呢 在当时或者是呢 之后逐渐的流露到了这个日本人当中去啊 到了日本 日本人呢 对于他的一些绘画作品是非常推崇的啊 比较喜欢 尤其是咱们看到呢 当代其实有好多日本画家啊 画的一个一种啊 这种简易的风格是非常像这种木熙的一个风格的啊 他们把木熙呢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啊 但是我们到了现在反而会觉得哎 木熙是非常好的 就是可能在当时的一个年代啊 受着当时时事的一些影响啊 或者是一些绘画风格的一些影响啊 受到了一些批判 那他呢 除了一些这种写意的画风 那还有一些比较宫细的啊 就如第三幅这个鹤图啊 鹤图是吧 八八鸟啊 这个这个鸟啊 应该是八哥 但是呢 这个学术上的给他起的一个名 是这个这个名字啊 画的应该是一只八哥 来 那咱们再往下边来看啊 到了清朝的时候 像八大山人这是最有代表性的 也相当于呢 把这个禅义画啊 给他晋升到了新的一种高度啊 这个朱搭呢 本身就是我们应该之前也多多少少了解过一些啊 他本来就是皇室的后裔嘛 是不是啊 生平呢 也是比较坎坷一些 后来又顿入了这个佛门啊 但是呢 最后啊 又还俗了啊 在其中呢 又入道啊 还学过一些这种道啊 但是呢 对于这种重佛是他一直比较持续的啊 那包括呢 他与这个石涛啊 他们两个好朋友 两个人呢 也是经常有一些书信来往啊 或者一些笔墨的一种探讨啊 虽然没有见过面啊 从朱搭的一些作品当中啊 无论是咱们看到的一些笔墨啊 或者是造型 或者是章法 甚至是易经啊 再到题材 他的一个书法啊 包括那种印啊 等等这些方面 其实呢 都显得比较缠锋啊 比较异趣一些 是不是啊 巴达山人的一些绘画的风格在哪里呢 一个是画面是非常简的 是不是啊 一些简构图 甚至是落款也不善啊 就是经常也不会在大量的作品当中写很多字啊 常见的一些呢 可能只写一个熊款啊 有点像哭之笑之 是不是 它的名字也很禅意啊 非常有意思啊 形成的一个画风呢 就会显得比较高以超尘 那作为这种纸上或者这种风格啊 在我们这种绘画的见解上啊 它是比较高深一些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在去创作的时候 有些作品啊 想给它画的非常简单 实际上是一种难啊 而是呢 我们对于一些绘画的理解 或者是一些这种生活的理解 或者是一种思想的见解 是吧 啊 那我明白了很多 那就会发现了 其实有些画啊 它就是画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或者画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人 那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 后边 石涛啊 比这个八大善人应该是小十一岁吧 啊 石涛的这 这是几张啊 它的侧影当中的小品画 啊 那石涛呢 实际上啊 它是四僧当中出生比较晚的 这里边我们也拿出红人的 因为红人的好多是偏山水的啊 它也是儿时就开始出家了 是吧 也属于一个僧人 那在修行之上呢 肯定是比较深的啊 那从这种修行当中 那包括呢 它对于一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争托啊 或者是之后的一些牵绊 那就会在它的绘画当中显露的比较多一些 那它的这几个小品画呢 咱们能看到 哎 简简单单这样的一个折肢啊 但是呢 它结合的是诗书画印为一体的啊 是吧 有些时候写一些自己对于一些话论的这种理解啊 或者对于一些花卉的这种赞美啊 做一些诗啊 或者写一些文章 应用到自己的啊 画面当中 对不对 那再到我们的一个创作当中 还是我们所说的啊 比如说 那虽然是画面简 但是呢 它的一个布白也会产生了大肿小 是吧 这样的一个处理 它可以是露大的白啊 或者是露小的白 什么样的一个大的白呢 比如第三幅兰花的这个啊 兰花的这个啊 周围都是留白 对不对 那再来看到呢 第一幅 第一幅呢 它整体是比较满一些的 但是呢 它也会留住一定的这种空白的位置 那石涛呢 它本身啊 就是比如说 它的一话论 苦瓜和尚与鹿 是不是 咱们可以是之后去读一读 其中呢 对于一些话里话论的这种深入啊 或者一些这种见解 对于我们以后的一些创作 也是比较有很大的帮助 那它的一个经历呢 实际上啊 是比较弥漫的啊 什么弥漫呢 就是性情多变 而且呢 它绘画的一些手段是非常丰富啊 风格呢 也比较繁杂 除了这种花卉啊 包括一些人物啊 经常喜欢画一些罗汉 对吧 石涛的罗汉图 画得非常好啊 那之后呢 还画山水 山水的一种风格 又受到了后期 比如影响了这个张大千 是不是 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像八大山人 那我们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吴昌朔 齐白石 以及攀天兽 看 对于这种比较禅艺的啊 那咱们看一下 像吴昌朔的这一幅啊 禅艺和花 看 这幅当中呢 他画的也不是非常简 是吧 这一组整体很密 比较挤一些 而且呢 产生了一些啊 这种颜色的处理 包括石涛 是不是 那再到了什么呢 诗书画印的一种结合 是吧 一般咱们 之前所学的文人画 同样也是诗书画印 去结合的 是不是 那再到了齐白石 我们看 齐白石呢 他早年之间就受到了 这个八大山人的影响 是最深刻的啊 要比吴昌朔呢 还要早一些 那这幅作品当中呢 看表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看他的落款啊 里边的一个思想 七千年前是木铜啊 这也是呢 表达了自己当时的一种心态了 而且画面的画的物体也并不多 啊 采用了这么两个物体 也会产生了一定的遮挡的层次 那再到了第三幅 咱们看潘天兽的 潘天兽的这一幅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啊 就非常接近于八大山人那样的一种构图形式了 看一个是上方大量的布白是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边一只小鸟 虽然他没有处理那种白眼像今天啊 但是呢 这种啊 看笔简 易凡的一种状态 突出 比较多一些 是吧 那咱们通过这些作品 我们来看啊 有一些是完全以水墨形式为主的 那还有一些呢 是用色彩 结合着去表现的 是不是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画的物体非常之少 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强调了一些啊 比如说咱们说到的文化思想 或者是呢 自己的一个人生感悟 或者是对于这些花卉啊 或者是对于一些哲学的一种表现 啊 甚至有一些这种禅艺画啊 写一些什么呢 经文啊 抄到了一些落款当中 啊 用和花呀去结合啊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花卉去结合的 啊 那这都属于禅艺画 啊 有些画的比较复杂一些 哎 它也是偏满一点 啊 最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还是强调的啊 还是回归到思想 是吧 那老师呢 刚才说的啊 或者是咱们看的这些作品当中 我们对于这种禅艺画 有了一个基本了解的同学呢 可以给老师来回复一波数字一 啊 可以给老师来回复一波数字一 其实我们当代呢 经常就是以简为主 是不是 那不一定 所有的简的绘画都是非常好的啊 第一是构图要合理啊 它的不白啊 要合理 虚实要合理啊 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思想 对吧 思想和文化 我们要传达的是什么啊 或者是呢 给之后的人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或者是给官化的人 什么样的一种感官 啊 这又是为之重要的 啊 好 画的不是画 是一种心情 一种境界 是啊 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啊 说到一个啊 看山不是山 是不是 先是啊 看山是山 对吧 再到看山不是山 啊 再到看山是山 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过渡 其实 它是需要经过咱们长时间去转变的 就和我们画画啊 一开始就是画的比较准确 哎 画的东西很 呃 很真实 那再到了一些什么呢 概括的形式 我们要去掉一些啊 就是去掉一些现实当中 给我们的这种形式 那再把我们的思想加进去 再调整到画里画论 那最后呢 再抛弃了很多 比如技法啊 这种框架啊 啊 或者是很多杂乱的思想啊 啊 那去除了这些 我们有一个呢 非常干净的一个思维方法 再去创作啊 这样的作品 它就会越画越好 那今天呢 咱们是用了啊 这么三条屏来画了一个比较蝉意的 这样的作品 当时呢 我在画啊 这几组作品的时候 一开始本来是想画那个 仙鹤题材的啊 后来呢 我觉得就是 完了之后总是啊 一想到仙鹤就想到松树 是不是 可能这个题材画的也比较多 之后呢 我平时也比较喜欢这种白鹿啊 或者是仓鹿 那咱们会发现的 我用一个偏这种什么呢 灰色调的一种水墨啊 来刻画这种画面的 我觉得显得呢 非常有格调感 那再从其中去表现呢 比如说咱们画这种三条屏 还要考虑一些什么因素啊 就是它们的姿态啊 或者是呢 我们搭配的一些物体 比如说有一些在水水里边站着的 是吧 还有一些呢 在枝干上去站着啊 有一些抬头的 有一些低头的啊 有一些呢 这种一只脚站在啊 这个地上 有一些呢 两只脚站在地上的啊 那之后呢 我们搭配了一些物体 比如第一符 芦苇是吧 和这个水比较搭配一些 然后中间呢 咱们看到啊 增加了一些柳条啊 这些柳条呢 我会处理的比较续一些 和前方的一些质干啊 形成了一个前后虚实的对比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画面当中最深的是鸟的瞳孔 以及呢 鸟的爪子 这是用了浓墨啊 去画出 那落款呢 其实是 呃 结合了谁的呢 那就是 比如八大山人的 是吧 虽然我没有画那个八大山人那种 鸟比较夸张的一种形态 啊 灰如何调 老师这里边啊 完全只用了 这个浓墨和淡墨 啊 没有加白 明白吗 这种鸟在北方叫老等吗 这个老师还真不知道 我一直思维模式里边就是叫白鹿 呃 我在这个成都的时候啊 有几次出去玩 呃 这边呢 有几条河 经常会看到这种鸟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一些 白鹿啊 而且呢 今天咱们画的啊 这属于小白鹿啊 小白鹿是有什么特征的 第一 那咱们看到这几个白鹿 它都有好多这种关羽 在后方翘起来的 或者是呢 披散到背部 比较修长一些 甚至呢 还有一些这种背部的地方 有很多啊 比较大错下来的那种小羽毛 啊 那其实白鹿的品种也比较多啊 有这种小白鹿 中白鹿 还有大白鹿 那大白鹿呢 它们之间 很少就是出现那种关羽了 啊 甚至鸟身上那种 披散的一些小羽毛 就比较少一些 啊 我们刻后的时候 可以是看一看 那现在呢 咱们先回到 我们画面当中啊 咱们拿出来 我们今天的一个纸张 稍微推开一点啊 今天的纸张呢 本身也不大 看和我的手续比呢 非常窄啊 这就是我拿的 四尺三开的那个 升圈卡纸 我又给它对裁了一下啊 其实这样的作品呢 咱们给它等比例去放大 画成那种 呃 三尺条或者是四尺条那种窄的 都是可以去处理 来 咱们用的墨色啊 今天的这节课啊 完全是以墨去刻画的 首先呢 咱们先倒出来墨汁 之后呢 拿一只可以选择一只小红毛啊 比如说这种路的一个特征 我可以是拿一张小纸啊 咱们来分析一下 老师的纸是那个小刀划开的啊 就拿一个尺子给它压上 然后一拉啊 稍微量一量测量一下 因为有些卡纸直接拿剪刀剪 它不整齐 或者是呢 咱们给它折一下呢 再去拉这个边缘呢 可能会产生凹凸 尽量呢 还是垫了一个尺子 呃 我们去看一看啊 试一试 来 首先啊 比如说 呃 其实啊 那个图片没有这么 没有很淡啊 可能就是拍完了之后 因为它本身也不是很大啊 所以有点显得 特别灰 是吧 这个小鸟 咱们说一下 尤其是它的头部了 啊 换一张纸 换一张纸 其实它和仙鹤是有共同之处的 啊 比如说 啊 它的一个头部 里边是眼睛 对不对 然后咱们也是考虑到 啊 它有点偏椭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嘴巴呢 是偏长一些 啊 大约是这样 是吧 嘴巴呢 偏长一点 啊 它比较 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这儿 看 从它的头顶之上啊 有好多啊 这种比较 批散开的啊 或者翘起来的一些 羽毛 啊 前方呢是有点聚拢 后方呢有点批散的一种状态 其次呢 就是到了它的这种后脑勺了啊 后脑勺呢 这一块啊 包括呢颈部 啊 到这个脸颊部分 有些这种羽毛的一个调整 啊 比较蓬松一些 那身体之上呢 比如说 它也是一种圆 咱们画这几只鸟啊 都是有点全缩起来的啊 有点这种羞气的 所以脖子呢 没有给它画很长 而是呢 略微藏起来 那它整个的一个背部啊 是偏大 对吧 比如我从这儿画一个椭圆形 这个浓墨啊 勾勒一个椭圆形 深一点 啊 它的一个翅膀啊 翅膀之上呢 咱们常见的一些鸟类都是有这个富与飞语 是不是 比如说它外边有几个小翼羽 这块是突出的啊 然后里侧呢 咱们可以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去抵押一些 那下边呢 看 往这儿去走 咱会发现啊 这种小白鹿 它的背部之上 是有很多白色的羽毛披散下来 如果咱们看那种石图的话 它是比较长的那种 比较长一些 但是这个呢 我没有给它花太多 为的是让它有些细节再突出一些 里侧 啊 像它的富与 啊 比较突出的一些富与 咱们可以是呢 从这儿分成啊 这么两层 然后下边呢 是它的一个飞与叠压的一种状态 啊 往这儿呢 稍微长一点 是吧 两侧是这种偏 相对的 一个结构特征 啊 那它的这种背部的一些披散的羽毛 看 从这儿 也会扫下来一部分 再到了末端 啊 和仙鹤是相同的 这个末端呢 是它的尾羽 啊 中间呢 露得稍微完整一些 下边呢 产生了一种这种 半叠加 啊 这是一个 基本的形态 啊 这一侧呢 是它的大腿 那第二个点呢 还有个细节在哪呢 就是它的胸部啊 这一块啊 往下腹部去走的过程当中 啊 这个部分 也有一些较为蓬松的羽毛 啊 我们这样去看 哎 有几个细节的地方 第一个 看 脸颊这一块 可以 带出来点羽毛 那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背部这一块 啊 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胸啊 胸部这一块 咱们去调整这几个位置 哎 现在同学们能理解吗 啊 对于这个形 或者是呢 其中形当中的一些 小的细节 如果理解的话呢 可以给老师来回复一波数字二 之后呢 咱们边画边说 好的 这个呢 我先拿走啊 把卡纸拿出来 咱们先从第一幅啊 开始来进行一个绘制 第一点 咱们去调整一个叫浓的墨色啊 用来画啊 他的眼圈 包括瞳孔 比较小 拉近一些 大概找一下位置 啊 可以是偏椭圆一点 稍微椭圆一些 再拉近一些 之后呢 他的瞳孔 我选择呢 直接点了一个小黑点 朝前来看 稍微椭圆一些 朝前看 其次呢 咱们再调整 调整我们的这个猫笔啊 可是选择一个偏干一点的笔触 墨色呢 偏重墨的一个效果 啊 在这个眼睛两侧 咱们用这种干涩的笔触啊 他有一些 啊 小羽毛啊 或者说呢 咱们来表现的这儿的一个颜色偏深一点 还有点像一个凤眼的那种结构 啊 后边呢 可以是一点的方式啊 散风戳点的方式去完成 比较轻斜一些 其次呢 就是勾了他的嘴巴 嘴巴呢 我可以是用淡沫加上一点这个浓沫 水分别太大 来画这个鹿 其实比较喜欢鹿呃的一些画家也挺多啊 啊 像这个谁呢 呃 李古禅 李古禅有好多画仓鹿的题材啊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白鹿的题材 来 之后 往那个嘴的一个中缝来勾 水中缝 稍长啊 偏长一些 啊 不用太刻意了啊 就是 去测量 我们只要比他的头部多出来一部分就够了 其次呢 再朝这个上边来画啊 这个上边该怎么办呢 哎 咱不要直接啊 连到他的眼睛这一块 我们可以是呢 往这隔开一个多眼睛的距离 啊 从他的一个脑门前方去起笔 啊 勾了出来 那这个上嘴 下嘴呢 偏短一些 画出来这条线 啊 今天这个纸张不是太好用 开始了 快点拿出来自己作品纸 咱们就直接画了 好吧 呃 下边呢 点一个小鼻孔 咱们在画的时候看嘴中线啊 它是比较长一些 其次呢 两个在上下两侧 啊 点一个鼻孔 从这儿 啊 一按一提 之后啊 之后咱们还是 比如说我们拿一只小狼猴 或者一只小尖猴 啊 调整弹幕 哎 这会儿呢 比较灰一些了 比较灰一些 啊 前一点 我们再去用笔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可以是散过来 比风侧的这个尖去处理 它的一个形 啊 比如说 呃 我提前呢 来预判一下 啊 拿一个虚的 啊 大概的啊 它的脑门有点偏 无限 后边呢 有一个关羽 比较长一点 看 画过来了之后 随手呢 就给它扫出去一些 啊 随手呢 扫出去一点 然后下边 可以是稍微啊 补上这么两根虚线 啊 稍微虚一点 其次呢 它的后脑勺是偏一个椭圆 啊 偏一个椭圆 咱们还是可以选择拿这个侧过来的散风 看 把线条这样去带啊 可以是两头偏细 中间偏粗 那我们铺开的这个笔风 该怎么去处理呢 比如说 看 我从这儿 稍微散开一点 带上一些蓬松的羽毛 啊 我们去调整这个细节 那之后呢 还是调整弹幕 有点亮 稍微调整 好 之后呢 我们下边再去调整啊 啊 就是它的身体的椭圆形了 这个身体的椭圆形呢 咱们可以是两侧 啊 两侧来带 扫着笔风 提前找上这点弧度啊 可以是呢 画 多大啊 咱往下边看一看 推开一些 啊 可以稍微的大出来一些 比较长一点 咱们可以是先画到一半 啊 为什么先画一半呢 它的一个上半身 其实还有 比如说它的翅膀啊 翅膀上方的一个尖 啊 去调整 散过来笔风 往下去扫 啊 其次就是它的一个小的啊 小的一个翅膀 比如说咱们这儿 可以是反过来给它突出 有些羽毛呢 是在前 啊 那之后呢 我依次给它朝那一侧 有些叠压的 啊 为什么这儿我画一个叠压呢 因为里边我要留出来一些虚的笔触啊 啊 啊 它有些批散的小羽毛 看 拿着这种小伞风 在这个中间啊 参差错落的 来进行一些这种简单的勾勒 那 后边呢 我们再往里边去补充 就是它的一些附与结构啊 比如说从这个最里边啊 有些可能会被半遮挡住啊 是吧 然后这儿 叠上来 往回收 下边呢就是它的 小一羽 来个两三层 啊 这是翅膀上方和中间的一种线介 那再往下去衔接呢 啊 比如说它的下边一层飞鱼的部分 啊 这儿不用画的太长了啊 啊 往下来收 啊 收起来 之后呢 另外的一侧啊 另外的这一侧呢 咱们比如说把中间 这儿呢 稍微去衔接 散开一点笔风啊 稍微去衔接啊 啊 再往后去处理 稍微干一点 啊 是不是 那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边去调整啊 中间一些小的羽毛 给它带上一些 来 其次呢就是维雨的一个部分 维雨的部分呢 给它藏住 啊 调整一下 啊 然后一层啊 稍微搭错到里面来 来老师呢 画深一点啊 给它呢搭错进去 这两边的羽毛呢 可以给它披散一些 这样可以吧 看 之后呢 咱们再来啊 往下边去调整了 它从胸部这一块 有一些比较蓬松的羽毛结构 看 我把这儿画出来 用一些小的散方 啊 先调了一种粗细 这样去刻画 那接下来呢 比如说 它的下方有 大腿啊 大腿呢 咱们可以是往回收一点 啊 带有一个小的弧度线 啊 往里边去扫 收进去 这是从上到下啊 整体的一个 呃 衔接特征了 现在呢 处理完这个部分的同学呢 给老师来回复一波 数字一 哎 这样能看得清吗 是把这个灯稍微推开一点 这样可以吧 好 之后啊 我要往下边移动了 推开一些 啊 下边再去调整啊 就是它的腿部 腿部呢 用了比较浓的墨色 啊 稍微长一点 这个腿呢 咱们分成两截 换一只小号的毛笔 来 现在呢 调整浓墨 啊 调整浓墨 啊 调整浓墨 啊 从这儿 啊 啊 虚入笔 压下来 有一个停顿 是吧 然后第二节往下垂 这个腿 街上和竹子的那种节点啊 非常相似 啊 藏到了水里边啊 因为它是在水当中去修气的 是不是 另外的一条腿呢 可以是和它倾斜着来交错 啊 比如说从这儿 我拿着这种中锋 倾斜着来补充一下 啊 之后呢 去转折 啊 这个爪子呢 实际上它是可以分成两个这种节点 往下去弯曲 把这拉近一点 啊 从这儿呢 可以稍微的往下去转折一些啊 它的一个脚趾头呢 比如说咱们先画外指 它的一个中指是最长的 那我可以是先从外指来勾勒 第一个 转折 停顿 转折 啊 是吧 稍微往前去勾勒一下 啊 然后第二个啊 就是它的中指 比如说咱们从这上方 突出一些 对吧 之后呢 是它的一个脚趾 脚趾架 可以是往回勾 啊 脚趾架呢 是在上方啊 上方 稍微高一点 那 第二个内置 咱们就可以是半遮挡进去 我们也可以是不加了 那有一个后指 后指在哪呢 后指在这个 上方 啊 中间掌中宝 这一招 突出一些 一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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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浦啊 只有它的一个脚趾 来 这是爪子一个部分 下边咱们再去刻画 就画面当中水波纹 水波纹可以是鲜化 来 之后我把这只小号的毛笔涮一涮 咱们用还是偏淡一点的墨色 用弧线 弧线可以是先找第一根 比如说从这 产生一些弯曲的 是吧 这种弧度 带有一定的这种波浪的一种状态 这个咱们在画的时候 可以产生长短这样的错落关系 起伏 比较平缓一些 上下之间可以是有扣到一起去的 好几层 是不是 咱在画的时候 它可以是中间较为密集 一些两侧呢 适当疏松一点 水波纹 然后后边了 咱们可以是分成 这一组是最多的 然后呢 中间这一组中等 然后后边呢 来什么两三根就够了 往中间咱们来上一小组 拖着这个笔去画 今天是第八节课了 是吧 后边呢 咱们还有一幅创作啊 还有一幅这个 比较大的 像那幅画呢 同学们课后看了笔记啊 可以是 如果自己的桌子允许啊 咱们画成四尺整张是完全够的 四尺整张是完全够的 好了 这是水波纹的一种调整关系 之后呢 再往上去推 再往上推呢 就是一些芦苇了 这个芦苇的线条呢 我们没有给它处理太多提案 而是呢 直接一笔带上去了 像这么长的 如果有些时候控制不好 那咱们可以是适当去停顿 那或者是站着来画 来 我先把纸张往下来移动 拉开一点 首先 咱们先找一下啊 还是这一只 可以是小号的毛笔 调整弹幕 少许的 笔尖 来上一点点重磨啊 后边呢 没有加特别多的浓墨了 咱们基本上呢 还是这种淡墨 与重墨为主 是吧 可以提起来笔去走 或者站着来画 从这儿往上 带上去 倾斜一点 或者是呢 有一根稍微的往回弯曲 或者是咱们反手啊 就是反过来 根据情况去定了 线条 有这种 看 离得比较近的 第二根下边挨住的 刻画上它们的精 剩下的是什么呢 咱们画叶片了 这个叶片呢 可以是选择用 淡墨啊 笔尖来上点重磨 和咱们画竹一叶呢 有点像啊 但是这个叶子它可以是比较修长一些 长的短的 粗的细的 是吧 有一些呢 从画面外啊 画面之外 穿插进来 之后呢 再做调整 长短粗细 然后下边的 可以是有一些这种节奏 其实这片叶子也可以单独 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些其他的颜色 也是可以的啊 画成一些淡褶色 去强调 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叶片刻好了 之后呢 我再加点水 来上几个叫薄的 叫淡的 一些墨色 处理这么两三片 比较淡一点 从中呢 稍微去补笔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幅画 看一看啊 比较简一些 这呢 因为漏了一个啊 小的缺口 本身呢 这一块适合啊 就是落字 如果咱们 比如说 有些同学 书法比较好 从这呢 给他 落上两条啊 落上一首诗 盖个章 以这种 翻款的形式去完成 也没有问题 是不是 或者咱们用藏款的形式 往这呢 去给他补充 甚至呢 在古代有好多 比如说 画山水画的 画家呢 把这个名字 藏到石头当中 或者是这个 翠白有一幅 有一幅作品当中呢 把名字藏到了一个 主感当中去 非常小 下边呢 调整个浓墨啊 直接呢 我就把这个款给写上了 咱们今天呢 画三幅 盖一个小章 藏到这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可以看一个啊 给大家那截个图 这是咱们第一幅 第一幅小画完成了 画完这幅画的同学呢 可以老师来回复一波数字一 完成这幅的 给老师来回复一波数字一 好的 之后呢 第二幅 咱们来看啊 第二幅呢 是 有一个柳树 是吧 而且呢 这个仓路呢 它是直接啊 站到了这个上方 咱们可以是呢 给它处理好 第一点找位置 大约在纸张二分之一往下 上边留了大量的空白 是吧 最大的还是 就是落款这一侧的 之后呢 咱们还是调整弩墨 拉近一点 找一个位置啊 大约啊 就在这个中间偏右侧一些 眼睛偏椭圆 黑色 和刚才那个大小呢 差不多 只要稍微接近一点就行了 就是比如说 咱们画这三幅画 别突然一个特别大 突然一个特别小 有些时候呢 它就不好看了 点瞳孔 去刻画 之后呢 再来调整墨色 咱们还是用这种偏重一点的 视笔纸 稀释一下 可以是呢 稍微偏重一点 两边 用些小的散风 给它刻画一些羽毛 偏深一些 之后呢 再来调整 我们的一个 这种重墨 找好嘴巴的位置 比如说 它的嘴巴稍微长一点 咱们还是先定嘴中线 先定下来嘴中线的位置 果断一些 其实关于仙鹤呢 也可以是看一看 就是 木熙的 或者是呢 这个谁的呢 林梁吕记的 放大一点 之后呢 去调整 嘴巴稍微长出去一些 还是我们再去处理的时候 这个线条 两侧是偏短 一些中间呢 它稍微长一点 然后点出鼻孔 这个背部或者是尾部 不用全露啊 有些时候可以根据 距离的安排 咱们稍作调整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木熙 木熙呢 它又叫这个 法长 在这个南宋时期呢 它的一个绘画风格 其实并不是 很受市场的欢迎 因为它是一个僧人 那 它的一些绘画的风格 就是比较喜欢 用一些枯笔 包括咱们看到了 它的那个 八八图 对吧 画的那个八根 松树的枝干 包括一些散风化的 一些松针 特别的有一些这种 水墨的味道 但很可惜呢 它有很多作品啊 都在日本那边 想看到这个原作 还是比较难的 下边呢 再来调整 它的头是成一个 椭圆形 我拿这种须笔 稍微定一下 比如说 我大概的呢 来勾勒出来几条线 它的身体呢 有点偏 椭圆形 我也可以是拿这种 须的笔触 稍微戴一下 它的一个外形 要是咱们会更好画一些 以及这种 翅膀那个位置 拿一个须笔呢 稍微扫一下 这是它的胸部 再来处理 比如说 有了大概的一个 形体一时之后啊 从这 肯定的 去行笔了 是吧 往后扫 然后这个头呢 它是低下来的 它的一个关羽呢 有点朝上 稍微有点朝上 我们可以是用这几个 小的 反风的啊 一个偏过来的笔锋 去勾线 那两边打开一些 那两边打开一些 之后 它的头 它的头成一个椭圆形 从这儿 再到这儿 看往下来收 啊 这儿呢 散风 调整 一些须毛 往上去带 蓬松一些 像个小老头 是吗 有那么一点 我觉得更像个小老头的 应该是那个 刚才咱们看到啊 梁凯的那个 泼墨仙人图 是不是 特别有意思 其实梁凯呢 他本身啊 就是宫廷的一个画家 但是呢 他却 对于那种宫廷的啊 那种 比较细腻的一个 工笔画风啊 或者是一些 那种 色色艳丽的一些画风 他留的作品 几乎是没有的 都是完全以水墨 就是无视一些 这种利路和功名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去调整 我可以是先 把这种大的结构 从他的背部 这儿 稍微吐起来 是吧 然后下边呢 咱们可以是用这种 小的散风带一带 这个形呢 起的有点边了啊 那咱们这边多挡住一些 然后再往这边去走 它的一个翅膀啊 上方的一个小肩膀 那还是注意一点 咱们在画底侧的一些这种飞语或者是负语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是提前来把背上的一些小羽毛 我还是借助了这种散风 略微带有一些弧度的线条 看 前端呢 也可以有分开的 有聚拢的 咱们往下去 去扫笔 从它这个背部这一块 散风啊 可以是呢 有一定的这种粗细 去刻画 那接下来呢 比如说内侧 内侧呢 实际上是它的负语结构 从这来勾 里边较为完整啊 那外边呢 可以是 叠压进去 一层带一层的 第一层 中复语 其次呢 往下面走 它的大复语结构 收进来 第三层呢 就是它的飞语 啊 这看咱们露多少空白了 飞语呢 可以稍微往 啊 地里边去表现 啊 如果说这儿啊 已经出去了 那咱就可以是 画一半了 直接带出去 去调整啊 有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这儿 咱们也可以是来上 这么两三层 小一语 这儿来几个啊 比较短小一点的 羽毛结构 羽毛层次 之后呢 从它的一个 胸部上方 其实呢 这一块的一个结构 和头的一个 啊 这样的宽度呢 比较接近一些 啊 往里边带 扫进来 啊 这是头部 翅膀啊 包括呢 背部的一侧 然后这儿呢 是它的一个胸部 本身呢 它的一个颈部 是一个全缩起来的一个姿态 是不是 如果咱们单独去画线条 会发现啊 它的这条线 应该是从这儿折进去的 啊 但是呢 被它的头部 给遮挡了 那下边呢 再来调整 啊 再来调整呢 我往后去收一些 啊 因为它蜷缩起来了 那它的一个下方 大腿到上方啊 连接腹部的地方 是比较短的 啊 比较近 但是呢 它 啊 拉长一些 啊 之后呢 散风 丝毛 加点水 啊 注意先调了一种刻画 啊 可以是比较果断的去行笔啊 有些时候呢 就是行笔慢了 产生不了啊 一些我们要的效果啊 所以每一笔 尤其是这种水墨的啊 它每一笔都要交代的 比较准确一些 比较干联一些 内侧的大腿 啊 这边呢 稍微的可以是和它 齐平一些 其次里边 遮挡进去了 啊 那这一块呢 它不是空的 这一块呢 有它的一个什么呢 臀部末端 对不对 这是连接到它的一个 尾语的部分 咱们可以直接画上几条线 从中去包裹 稍微蜷缩到一起 啊 那之后 之后呢 就是剩下了它的一个腿部 推开一点 这个腿部呢 咱们再来刻画的 同时啊 还是选择 换一只呢 稍微比那个小红毛 大一点的比 调整浓墨 看来一些同学呢 对于这个仓路啊 还是有一点问题 那一会呢 咱们开始找个图 来看一看 嗯 调整一个浓墨 啊 之后呢 咱们先从它的第一节 啊 这节呢 稍微它是偏直 啊 偏直一点 我们可以是呢 略微啊 倾斜那么一点点就够 看 从这 压下来 稀释一下啊 第一节比较短小一些 然后第二节呢 稍微长 啊 长一点 啊 往下来带 是吧 偏长一些 啊 其实呢 和这啊 有那么一点接近 现在它的 三分之二左右 之后呢 咱们把它的爪子铺开 这块拉近 爪子如何去画呢 比如说中指较长啊 它的后指呢 被挡住了 咱们从这去倾斜 啊 从这倾斜 弯曲 下边可以是呢 停顿一些 哎 为什么停顿呢 它有些这种 啊 下方的肉垫 啊 从这儿 稍一补 中间的部分呢 它是有一个长状 啊 所以这块呢 它是比较厚实一些的 啊 两边稍微打开 压下来 啊 有这种提按的一些 动作在其中 扩开的 啊 也可以单独去补笔 啊 之后呢 是它的脚指甲在上方 墨色 另外的一个脚趾 打开一些 从这儿 清洗 给它打开 没有中指那么长 啊 还是啊 提按的一种关系 去表现 合到一起去了 啊 这是一个偏正的啊 这种爪子 啊 之后呢 咱们再来画 它另外的啊 侧过来 那个爪子 因为站到那个树枝 它是偏高的一点 所以呢 画的时候 稍微短一些 啊 往回折 压下来 嗯 然后呢 往这一侧 倾斜着转进来 补充 调整 啊 它的一个脚趾 比如说中指呢 稍微清洗 长短的和第一个 差不多 啊 两边打开 收注意些 其次呢 这儿啊 这是比较粗一点 因为它有个掌中 啊 掌中的结构 那后指呢 咱们这儿可以露出来一个 张开了 对吧 站到这个枝头 来 这是目前啊 这只白鹿的一个结构特征 稍微收进去一点 调整一下 之后呢 画面当中我们再来勾勒 比如说 枝干 对吧 枝干呢 用淡一点的墨色 去调整 来完成这第二只仓路的同学呢 给老师回复一波数字二 刚才这条腿下边呢 稍微画粗了一点点啊 可以是溜细一点 刷一刷笔 咱们先把枝干进行一个双勾 用淡膜啊 笔尖来上点重膜 先勾了枝干 双勾 注意线条呢 有一些停顿啊 包括了它的一些转折的关系 那我们开始先从爪子这个部分 去漆笔 带过来 有一定的转折 倾斜 之后呢 它的一个上方的枝 上方的一个枝干呢 是 转过去的 往这去带 拉近一些 其次呢 双勾 双勾来找整个的一个枝干啊 转折 这边可以推过来 是吧 然后往下来收 由粗到细 找线条的一种转变啊 下边 提前塑造一下 之后呢 还是淡膜加浓膜 里边的勾勒 啊 线条 可以是有些这种粘笔的动作啊 啊 中侧风 结合一些散风 里边去勾勒 之后呢 把一些枝干 存擦一下 啊 咱们开始呢 先把这种平安底侧的位置啊 给他用一些这种干笔 或者一些散风 进行一些寸擦 长短 或者是一些疏密 下边呢 比较密一些 上边稍微疏松一点 不用加太多 之后呢 这个树柳这块啊 啊 把这儿 用浓墨画出 勾勒 上边呢 还有个小的 找好这个细节啊 其次呢 我们可以是先把叶片和枝条画完 咱们再来点缀啊 其中的一些比如说染色啊 包括呢 里边的一些胎点 那接下来呢 就是对于上方的一个枝条 该往下来处理了 这会儿呢 我推开一些 第一点咱们用淡墨加上点浓墨 往下来锤 从这个上方 哎 隔出来的大约是一个款式啊 这样的一个长度了 我们先从这个部分 去找个线啊 往下锤有点 产生了弯曲 可以是先找一个大的式 哎 往回弯 藏住笔封 干线条 由粗到细 慢慢的 往下去带 啊 这个线呢 一定是 比较稳一些 啊 啊 这样来画 被枝干的 半遮挡了 啊 小六条呢 可以给他 垂下来一些 这是呢 一个主的线条啊 偏长一些 之后呢 其他的线条 可以产生一些错落 啊 这边高一些 拿着中锋来画 啊 第二条线呢 就可以给他破进来了 朱斧破 垂下来 啊 带有一定的弯曲 咱们上节课画那个 呃 也是柳条 对吧 拼贴的 哎 其中那个柳叶画的非常的繁密 啊 那这个呢 咱们比较啊 减略一些 但是这里边的一些枝条的线呢 他就比较重要了 啊 叫错的 往下垂 哎 这次呢 这里边 可以是再给他破一根 带过来 拉近一点啊 这一个是小线条 所有错落 看着遇到一些关系 来看一看目前那个状态 那之后呢 咱们再将 哪一些呢 那就是上方的一些叶片 给他们画出 还是用那种淡末 加上少许的重末 那肯定没有这个鸟的腿啊 也没有鸟的嘴那么深 还是用薄薄的这个墨色啊 咱们来画一些小叶片 先从这个中间的这一组 按线条 按线条 节奏 往里边去勾勒 包括上方的 看一些小线条 有长短 有粗细 有胖瘦 其次呢往下来走 被枝干的遮挡住 然后最下面的啊 最下面的也是有一些偏小一点的 偏大一些的 画几个小叶子 之后呢最 最右下方还有两片啊 可以给它呢直接藏出去 画出去 现在呢整体的一些线性啊 就算是完成了 之后呢我们可以是用这种叫淡的墨色啊 来点上一些胎点 啊别太黑了啊 用这种偏灰的啊 淡末加上少许的重末 淡湿藏着点笔封 点缀几个 大小竖密 直干直上来调整 直干直上来调整 嗯 好 目前呢大的一个状态就算是完成了啊 下面呢就是对于比如说它的嘴巴啊 第一幅画呢 第一幅画呢忘了把嘴给染上了 咱们还是用这种偏淡的啊 偏淡一点墨色啊 由石到虚 给它扫进来 哎 哎 中间 看往回去突出 两边呢 往中间来啊 补充 之后就是枝干 枝干呢 可以选择一枝大号的毛笔 咱们去给它呢进行一个村染啊 非常薄 非常薄 灰一枝 多来点水 然后里边进行一个村染 可以用散风和侧风为主啊 那这会儿呢 啊 因为咱们刚才啊 村补了一些这种 呃 阴阳 对吧 一些疏密 那之后呢咱们再去染的时候就可以啊 这种大面积的 进行一个调整了 阴面 比如下方比较深一点地方 咱们给它带两遍 挤一挤 挤一挤 这是最后枝干的一个调整 啊 这样第二幅作品 啊 就算是完成了 啊 我们看一看目前的状态啊 眼睛当中啊 就直接留白 或者是单独往这里边再去染上一点淡漠啊 都是可以 呃 用 一种方式进行表现的 那我先把第一幅也拿过来 比如说我把这个嘴巴 给它染上颜色啊 染上墨色 往回扫 好了 这是目前咱们完成的前两条 啊 我们可以是来看一看 对吧 这两条呢 画的时候 本身这两只小鸟 它们可以是相对的 这三条平 如果完成了 其实它们的位置啊 可以是按照自己的啊 这种方式去调整 啊 也可以是画一些顺序 啊 但是呢 我们只要不把两个枝干 就是给它们拼的 就是太齐了 因为有一个是水里边了 是吧 那另外两条呢 尽量是错开一些 啊 第三个点呢 就是啊 这一条都是那个方向上太一致了 啊 可以是最后 我这样去拼呢 其实就是往中间来收 咱们换第三个 这个收起来 要留到最后呢 咱们再统一截图 好吗 现在呢 我把这个先拿走 还有一个 最后的一只 啊 最后这一只呢 在画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方法啊 啊 其实我们画这种画啊 其实画是比较好画啊 但是想法上有些时候是比较难的 签名一会儿 签名一会儿 一会儿统一咱们去落 好吧 今天我没有带张还 来 之后呢 给他 一块去调整 嗯 现在呢 先从眼睛啊 拿中锋 勾了一个椭圆 这个眼神呢 也是朝前啊 我给他画上边一点 拉近一些 水分少一点 之后呢 咱们勾勒 嘴巴 啊 包括呢 两侧的一个凤眼啊 啊 一些深色的羽毛 还是拿这种干色的笔触 看我拿这个小的散风 这两边去带 可以用点写的方法去处理这一块 因为有些时候呢 啊 一点一点去处理 它的一个气域就不对 其次呢 勾了嘴巴 这个嘴巴呢 是朝前啊 略微的倾斜往下 啊 长一些 嘴的一个中线 之后呢 前边这个上方啊 可以是隔开一个眼睛左右 嗯 带到这个部分 第三条线 是吧 点一个鼻孔 其次呢 是它的一个头部 头部呢 偏椭圆形 啊 这个墨色呢 就不要和眼睛嘴巴一样这么深了 啊 可以稍微的啊 淡一点儿 咱们来处理它 啊 扫过来 椭圆形 那之后呢 它的一个头部呈 啊 偏圆 那从这个嘴下方呢 咱们再接上这么一个啊 接上这么一小条 啊 一个结构 这样去延伸 其次呢 从它的一个头顶的部分 有些羽毛啊 它是散开一些的 咱们刚才也画过了啊 它的关羽 披上来的 对不对 下边呢 哎 我们可以是从高的地方 啊 弯曲带一带 这是呢 小白鹿它的一个特征 其次 它的身体成一个圆形 啊 在这个画面当中和我这个手掌啊 它的一个大小有一点点接近 啊 我先把上方比如虚的一些结构 啊 用切笔的方式提前来找带一下 一些小的虚毛 啊 有了这个笔触之后呢 果断的去行笔 线条呢 可以有一些粗细 之后啊 哎 我们从这儿 胸部的这一块呢 是有些羽毛 看 比较蓬松一些 这样来勾 是把那个顶端啊 再到了背部这一块呢 也是提前啊 我们找补一些这种啊 虚散开的啊 批在上方的一些羽毛 去表现 再往里边去调整 是它的啊 赋语的结构啊 咱们还是分成两层 来进行一个勾勒 里边要完整一些 一层一层去叠压 第一层 第一层 之后呢 我们再去表现啊 第二层 这根呢 窄一点啊 我回来收 其实呢 咱们画这三条屏 会发现啊 这三只白鹿 都是呢 偏静的一种状态 是吧 一般静的时候 我们画一些比较简的东西 它是很好 容易去表达的 啊 就包括八大山人 好多的小鸟啊 很多作品当中呢 也不是飞的一状态 而也是呢 站到这个枝头 或者他画一些喜鹊 也是呢 单脚站立的一种姿态 给人的感受是比较好的 是不是 抒发自己自发的一种 行为啊 和直接 而且强烈的一种感受 啊 去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个思想 那这种思想呢 它就和我们所说的一个禅宗思想意义 都是相通的啊 所以咱们说到的那种禅话啊 就是从这方面去做一些思考 啊 之后呢 那我们画面当中这些笔和墨啊 也要调整到啊 以笔为宗 以墨为法 是不是 虚实 然后力度 哎等等 这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 啊 那下边呢 比如说还有一层 这一层呢 我给它用虚的啊 还是 啊 这遮挡进来了 它的一个肺域部分啊 那 再到了下方这一块 啊 我们给它全都画出来 是因为 它有的羽毛 垂下来了 啊 这个比较长一点 咱们给它带一带 错了开一些 来蹭客了 好的 啊 那包括咱们前边啊 说到的 呃 最少的是 是其这个 唐代王维 是吧 是这个禅话史上的一个先驱人物 啊 他呢被董奇昌呢 又誉为 呃 是这个南宗之祖 啊 借用了禅宗的一个名头 啊 包括呢 这个王维 他自 摩吉 是吧 也是呢 带有这种禅宗的一个思维方式 而且呢 他在家修行啊 也是一个大居士 就是王维居士 那之后呢 咱们再往下边去刻画啊 我们就要把它的一个胸部 胸部的位置找出来了 这一块 啊 有一些这种小丝毛啊 啊 然后往下边有半个点啊 半个点 就是他这突出的偏圆润一些 往往回收 啊 收上一条小的虚线啊 再到了他的一个腹部 啊 从这儿往回收 再到了他的一个大腿的位置 然后往下来扫 嗯 找好这个大腿啊 下面就是小腿了 这个小腿呢 咱们在刻画的时候啊 这个是在前的啊 另外的一个呢 他是抬到这儿 咱们先把这个偏直的画出 那我还是换我那个小号的啊 小号的毛笔 腿部调整出来 调整脓膜 嗯 第一节儿可以是倾斜一点啊 往这儿倾斜一段啊 啊 停顿 是吧 然后第二节儿的时候呢 稍微长一些 比较垂直 让他站的更稳 偏长 啊 这是呢 第二节儿 哎 他的一个调整 其次呢 就是这个脚啊 中指较长一些外指 内外指 稍微短一点 有一定的提案 有一定的起伏 哎 这个长度呢 可以是建议他嘴巴三分之二左右了 啊 提案的关系 上边呢 一个平缓 然后下边呢 有一个啊 中间这儿啊 是连接住的 啊 这是肉垫 这一块是掌中宝 这一块是掌中宝 啊 后指啊 这儿我直接带了 可以是给他高一些 前方收住一点 爪子的结构啊 爪子的结构啊 还有一个呢 是藏到了里边啊 有一个远近之分啊 它的一个侧面的 这是呢 第一条腿啊 落的呢 偏直一些 那第二条腿呢 是抬起来的啊 这个抬起来呢 咱们可以是藏到 这一个部分啊 给他呢 偏右侧一些 只露他的第二节 中锋去调整啊 啊 比如说先从外指 来刻画 有一定的转折啊 然后是他的一个中指 后指 肉垫呢 稍微去补充 掌中宝 凸起一些 后指 来看 现在的画面当中 这只白鹿 也算是刻画差不多了 检查一下啊 比如说他的一个身体 和下方的这些羽毛 这一块呢 比较瘦 对不对 而且正儿没有那么长 咱们把底端的 微语的部分 也可以给他交代一下啊 就是这不用太多 看我黑色藏藏到这 是不是 咱们拿一种弧线 虚线 干笔稍微一带 补充 那有些同学这啊 拿着干笔呢 给他往回收 产生一个半折挡 最后呢 最后呢就是把嘴巴 调整淡沫 笔尖来上点重磨啊 去给他染一下 勾染一下 好 好了 这是咱们的第三支白鹿啊 它的一个勾勒 呃 之后呢 就是画面当中的一些配景 呃 一个枝干 老枝和这种嫩的枝条 咱们再往里边去 刻画 淡淡的 可以是先勾再去寸擦 照好位置啊 第一点 这个枝干呢 弯曲转折 咱们可以把这个边缘啊 尤其是宽的地方 给他收到最下角 啊 收到这个最下角 啊 我先把上边 咱们先从这儿 比如说起比 稀释一下 让他能够站到上方 勾勒 之后呢 是下方的一个线条 和他呢 产生了一个凹凸啊 画的时候别太齐平了 静鞋上来 之后呢 是里边 咱们调整一点这种浓墨 啊 调整一点浓墨 把这个竖八 给他勾勒一下 带上这一笔 补一个小的 呃 之后呢 就是上方的一些小枝了 由粗到细 咱们先把这给接住 可以选择用散风 推着来 啊 被这个白露呢 遮挡住了 去调整 这小结儿 勾下来 旁边呢 开一个小枝 对吧 一个主支干啊 主支干的一个调整 好 这是现在呢 一个呃 大的一个走势 啊 其次呢 我们再往里边去添加啊 添加什么呢 哎 里边的一些支干的村擦 啊 咱们这会儿呢 也可以直接给它补上 因为现在的笔呢 本身也偏干一些 啊 墨色呢 也偏淡一点 或者是我们再加上点水 进行一些村擦 啊 支干的一侧 啊 撕补一下啊 稍带呢 勾上一些这种干的线条 之后呢 我们可以留到最后啊 再给它们染色 那上边呢 再来调整 就是一些垂下来的柳条了 啊 咱们这几个柳条呢 还是画的时候 墨色 偏淡一些 淡墨加上重墨 啊 画的时候一定要稳 啊 这几条线条呢 它有一个交错的感觉 右上方 这个位置 咱们可以是和上一幅去考虑了 比如说上一幅呢 可能留了三个字 加一个张左右的距离 那这次呢 咱们可以多给它下来 两个字左右的距离 啊 就是这儿的空 和上一幅的这种空 咱们去做一个对比来考虑 啊 这就是呢 做创作的时候呢 要想到的一些 啊 弯垂下来 一条弧线 啊 这条弧线呢 可以是从中啊 从中露出来一部分 收入 这是第一根长线条啊 之后呢 其他的线条 哎 左右两侧去开 小的柳枝 带进来 啊 再到后边 咱们再来调整啊 再给它交错一根 这几根呢 都是单一的啊 那咱们就可以是 往里边再来破一下 啊 啊 藏进来 烧带 来这是中间部分的 是吧 呃 枝条的一种交错的关系 之后呢 咱们再从画面当中去添加一些 小叶子 啊 墨色呢 还是偏浅一点 稍微薄一些 先从这儿来上几片小的 画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到啊 一些这种线条的变化 我会收的 啊 其次呢 就是 再往下来穿插 哎 左右两侧的 高低错落 中间这一小组可以是略微密一些啊 啊 和上边呢 它稍微有一个去分 疏密的关系 这儿被遮挡了 藏进去 最后底端 啊 现在呢 中间的叶子啊 就是这一块会稍微多上几根啊 其他的叶子呢 可以是减略一些啊 少一点 这目前呢 画面当中的啊 一个调整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将枝干再进行一个染色啊 进行一个射色 啊 加点水 稳染 别太重了啊 可是先和这个树八稍微隔开一点白 因为现实当中的树呢 它是比较光滑的啊 倒数八这一块啊 啊 干笔来上一点非白 扫一扫 好 之后呢 两侧可以趁湿 稍作啊 加深 点上几个胎点啊 点上几个胎点啊 胎点呢 也是弹幕加重末 补充有大小 好 竖密 好了 这就是咱们三条屏的啊 一个 绘制 最后落一个小款 啊 这个呢 咱们可以写到这个左侧的部分 左侧呢 可以是隔开一点空白 写个名字 谁谁写 是吧 或者写个名字 盖个章 这是第三条啊 第二条呢 也给他写上 第二条呢 写到这个右侧 不用每一个都是写到同一侧啊 这个根据咱们的留白 因为 呃 后边这两幅呢 都是有一些大面积的空白 啊 咱们就可以考虑到呢 写到不同的位置 三个位置呢 其实也会考虑一些因素啊 就是调整不同的啊 比如说 呃 我当时在画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前期呢 就是定了几个稿子 是不是 咱们想去给他拼贴的时候 啊 我们要看啊 第一个就是看款的一些位置 啊 那第二个就是看这个 他们的方向 啊 当时我就是组合成这个三条那一幅的时候 就是拼成一个图的时候 是考虑到哪呢 第一点 每一个呢都可以是自己去摆放看一看啊 这两个都是柳条和枝干的组合 那如果我发现看 这两个拼到一起去 这呢 不是太舒服 除非是咱们第三条 它还是一个枝干的 对不对 接一个呢 不同转折的枝 啊 接一个不同转折的枝 它如果是朝一个上仰的枝 那咱们去拼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所以呢 为了避开这两个 或者是呢 避开这两个的一个关系 我就给它们两个换了一下位置 啊 这么着会舒服一些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和这个 它们的往回看 啊 这个呢 角度上又比较和谐一点 中间这个呢 它因为是爪子 朝中间看的 啊 所以就产生这个方式 来 反正不用落到啊 同一个水平线上 啊 可以是有一些变化 上边缘 上边缘有叉子 什么样的 上边缘 来看一看 对吧 这两个呢 它们两个不冲突 鸟如果画的太大了 那咱们要考虑到其他的 啊 再小一点点 是不是啊 啊 这点呢 咱们要 多去找一找啊 不同状态的一些 对比关系 那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就会觉得 哎 有些画要提前的考虑到 那可能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反复去修改 啊 其实我在画这作品之前啊 反复调整了很多 啊 这次我没有没有直接放到上面啊 我把这个图呢 给同学们打开啊 比如说 咱们拉近一些 这个手机 看 这是最初的一个稿子 一个非常小的稿 大概呢 也就有我这个手掌啊 比手掌长一些 啊 当时呢 考虑到了一个 也是这种 站立姿态的 啊 然后右侧呢 来上一些这种下垂的 一些芦苇 啊 但是我发现最后 效果上不是很理想 啊 这个构图呢 比较显得规矩一些 啊 然后款式呢 我给他写了一个就是 偏这种长的 我们有些时候啊 也可以试的 就是有些字 比如说我们单独在边上落 落下来这么一条 可以是呢 字与字之间隔开一到两指啊 如果是小条的 可以隔开一两个字的距离 然后单独这样去写啊 最后盖个章 啊 它也很丰富画面 啊 之后呢 看另外的一幅 这是中间的这一段 它在成稿之前的一个啊 小稿 是吧 这个就就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啊 当时想了想就是呃 落了一个时间和写了一个名字 哎 这样两排啊 两排去写单独盖一个小章 在这个下方啊 啊 就是把这弄成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块 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有点偏那种正方形 这就是呢 创作之前的一些呃 一个思路了啊 这是我们在调整的时候 把那一幅这两个是吧 啊 这是之前的一些小稿啊 如果同学们觉得哎 可以利用 那咱们可以之后啊 再去改动 对不对 其实每次调整的都是我们的一些收获 啊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同学们 咱们拿几个这种啊 白露的图 我们去观察一下 三个一起结个图 稍等啊 拉开一些 啊 但是那个 呃 那个什么呢 咱们上节课的那个拼贴的 哦 我本来说加进去来的 哇 先被我删掉的那个稿子 啊 只能是放到这么大了 啊 咱们没办法直接结全了 我们分成两个两个来吧 啊 比如说这两个 啊 三个表到一起的话 啊 呃 也可以都落款啊 这个没有固定的要求 比如说咱们上上节课 看到的很多作品的拼贴 啊 很多作品的拼贴 是不是 有的他每一幅都写了 有的呢 可能就在一幅上 去落一个款 啊 这个嗯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咱们拿声线纸去画 这几个我们可以是表成三个轴啊 三个轴就是上边多留出来一点 可以表一个那种偏 呃 这种什么呢 偏颂画一些的那种装表 啊 然后这是最后的一 这是第一幅 第一幅呢 揭个图 记得呢 这下方啊 盖一个名章 好了吗 这个其实是在最后啊 这儿来了个压角章 啊 因为我觉得这儿可以是盖上点红 和正的去呼应一下 可以多画一画啊 好 好 结完图的或者是完成的同学呢 可以给老师来回复一波数字六 找几个仓务的图片 咱们来观察一下啊 嗯 这个白露的图片 我们去看一看他们之间的区别 好 越看越美 好 下边老师切换一下 怎么不画四条屏 嗯 当时没有考虑 特别多 正常来说 三条屏四条屏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当时 呃 为了这种课程的安排啊 啊 或者是呢 为了咱们的一个上课的这种绘制的节奏 所以呢 没有处理太多啊 其实我们可以找不同的一些图片 再做一些参考 比如说咱们今天画的 小白露 是不是 小白露呢 一般啊 咱们见到这个图片 看它有观雨 啊 包括呢这儿 看一些呃 羽毛的 啊 这种错落 对不对 观雨的一个一个位置 那之后呢 还有一些大白露 啊 大白露 咱们看一看啊 啊 比较明确一点的 啊 大白露呢一般它是没有这个观雨 是吧 包括呢胸部的这个羽毛 以及背部的羽毛 它没有那么明确啊 啊 啊 然后那个 呃 还有一些 中白露 啊 中白露呢 它有一些这种 这种尾上腹雨是偏多一点 当然小白露呢 也有一些 呃 比较长的 啊 这就是一些区别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是考虑到这些区分 是吧 那包括经常会搭配一些这种白露的场景 我们可以考虑到啊 比如说咱们画那种芦苇液 哎 是不是也可以是变成一些带有这种芦苇上方的一些这种结构 啊 这种刺 啊 我们也可以是呢单独处理那么几个 呃 当时其实我也考虑就是谁的呢 这个 边寿民的 啊 边寿民的那个 一些画的那种什么呢 啊 这种大雁 啊 他画的一些大雁呢 也会经常搭配一些这种植物 啊 当时呢也在 呃 这些画家当中啊 去做了一些参考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考虑到了一些这种 长的啊 或者画一画大雁 咱们可能 也会 有不同的这种啊 想法 啊 或者是表现 就是啊 但是后来呢 经过我反复的一个调整啊 或者一些纠结 随后是定了一个白路啊 就想整体的画面的偏 一种偏灰一点的色调 三条平啊 啊 可以是这么理解啊 就消消自在洒脱啊 啊 咱们这节课当然是有回放了 是不是啊 啊 其实我们每一种想法都可以是参考 就像古人的这些思维 是不是 包括了他们的一些处理 甚至呢 有一些比较啊 简化的一些构图 或者是某一种啊 鸟类的动态 咱们都可以是做一种参考啊 啊 那之后呢 我们再结合像我们所看到的食物图 咱们找一个呢 比较喜欢的啊 我们再摘到咱们的作品当中 一般情况下呢 咱们 比如说画一些鹿啊 或者一些仙鹤啊 画这种双脚占地的 不是特别多 啊 除非是在那种水里边去走动的 静态的 一般情况下这种抬起来的 哎 比较舒服一点 是吧 白鹿非常好看 对啊 老师也觉得这个白鹿非常漂亮 但是没有 现实当中没有这个近距离去看过 只有这个远远的看过 包括视力也不太好 所以有些时候呢 还是不是很容易观察它们的细节 所以就是找一些图片 咱们分别去调整 是吧 它的脖子和仙鹤的那种脖子 长度呢是比较接近的 啊 客户的时候大家可以是进行一些写生 因为我们之前呢 也有很多写生的经验了 啊 咱们下节课呢 会画一个灰鹅啊 之后呢 同学们可以是 呃 去观察观察 啊 咱们下节课呢 会 来一个这种写生的啊 这种鹅的一个题材啊 画一个大尺幅的 再结合紫藤花 啊 包括这个鹅呢 西枝爱鹅是吧 拿字换鹅啊 啊 这些典故 其实呢 鹅的一个题材非常好啊 而且那种灰鹅啊 其实画灰鹅的画家并不是特别多 啊 咱们下节课呢可以试一试 好了 同学们 这就是今天啊 咱们所涉及到的一个蝉蚁画的绘制了 啊 啊 咱们前边呢 讲解的不同的画家啊 比如说 离我们比较近的啊 像齐白石和潘天寿啊 他们的一些花鸟 蝉蚁画这种风格是比较多的啊 结合了很多一些这种简构图啊 那像吴昌说的呢 可能啊 思想上会更多一些 因为他善于去写字 他的书法比较好 那再往前 像石涛的一种诗书画印去结合的 对不对 再往后边啊 清代的八大山人 把这个蝉蚁画呢 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一个状态啊 除了笔墨 还有就是那这种极简的构图 下节课是周几啊 下节课是周三 咱们是一三五的创作课 是不是 在往这个宋墨原初的时候 沐昔啊 这个沐昔呢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啊 他的这个名字 感觉呢 很有深意啊 当时想给自己起一个这种字号 想了想去都想不出来啊 他的六式图 我们可以是去欣赏一下 其实当代有好多就是花家的 啊 比如说按照这种六六个柿子啊 去给他们去拼凑一些创作 甚至有些油画的画家 水彩的画家 他们都有常识画这种题材 包括一些摄影啊 都借鉴了这个沐昔的一种方式 啊 再到了早期的时候 这个沐昔也有宋墨 对吧 梁凯啊 包括呢 梁凯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啊 以及苏世 包括米福啊 除了山水 花鸟 人物 他们都可以做到这种 呃 禅画的一个思想啊 或者是禅画的一种 呃 画作啊 最早的时候代表的人物唐代的王维 是不是 啊 复生寿兴徒啊 对于一些这种思想文化的一种传播 或者是呢 将如是道啊 去融合的啊 这样的一种文化去推崇 好了 那今天呢 咱们这节课程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 咱们就下课了 好不好 课后的时候呢 画完咱们的作品 可以是提交我们的作业 啊 最近呢 老师发现咱们的作业 教的有点少了 啊 之后呢 可以把咱们的画拼起来 直接上传 交上去 或者是呢 有些同学处理的一些新的创作啊 也可以是发进来 咱们去分享一下 好 同学们再见了 好的 晚安同学们 稍稍 有点 也没记住